- 嗨 佩寶 今天又是大型開箱現場 有7月最新的彩妝保養品聯名款 還有夏天很需要一些無間帶內衣 跟舒適的塑身衣品牌 就是金卡帶三推出的SKID 還有包包、涼鞋、生活好物 總之品項是還蠻豐富的 我們就一起來看看吧 首先第一個要開的是 YES STYLE 15週年的特別禮盒 登登登 有人也很喜歡用他們家的一個購物APP嗎 我基本上就是很多生活小東西 日韓的彩妝保養品 我都喜歡在上面挖寶 那我們一起來看他們送的禮盒裡面有些什麼東西 這是卡片嗎 有一張手寫的小卡片跟150元的購物金 可以送給你們 詳情請打開影片資訊欄的地方 那接著這一張應該就是這一盒禮品的一些詳細的清單 好可愛喔你看 非常可愛的一盒 辣炒年糕 這是韓國相當知名的彩妝品牌 ROMAN 他們一些經典色的迷你唇彩 然後還有一顆蛋的造型 這應該只是裝飾而已啦 欸小鏡子欸 蛋的鏡子 然後打開之後 它底下竟然有一個盤子耶 哇 好可愛喔 然後一張辣炒年糕的圖片 後面告訴你說 要怎麼樣去調配出不一樣的料理的感覺 其實就是這個唇彩的顏色可以去互相搭配 變成另外一個顏色 欸還蠻有趣的 這一盒我覺得收到禮物的人會覺得還蠻開心 有童趣的 那他們家的眼影跟唇彩 也都是我很喜歡 會一直持續回購的 都有一些很漂亮的顏色 有興趣的話可以去搜尋一下 接著呢看一下真的是 好可愛喔 狗狗的腳掌欸 打開看一下 安妮娜扣的 好可愛 真的真的有看到嗎 它想要做的是這種狗狗掌的感覺 大家的範圍面漆有點大 可能比較適合可愛的大面積啊 或者是曬傷妝 修容之類的 好那接著 喔這個有點恐怖 這是一個嬰兒臉嗎 嬰兒臉吸著吸管 韓國很有名的Dr.J的面膜 他們家的保濕產品相當的知名 那這個的話呢 我之前也有買過 它有很多不同的顏色 有不同的效果 好接下來這一個 這也太害羞了吧 但是非常的實用 馬桶 除臭的 只需要一滴就能夠快速消除臭味 很適合就是隨身放在包包裡啊 如果你要去朋友家 或者是去男朋友家 突然想要上廁所肚子不舒服 或者是生領期 會有異味的時候 就可以帶這個滴一滴 那我們打開來看一下好了 欸不會很嗆鼻 也是淡淡的清香 就像它的包裝一樣 非常的清新的味道 感覺不錯喔 然後還有衣服 看一下 然後這邊有個月亮 欸那另外一件 白天 然後這邊刺一個太陽 就是day and night 好啦非常的實穿 然後最後還有一個 這應該是環保餐具吧 我猜的 對 對 冰沫 環保餐具組 有木竹子的 但是我覺得這很不實用喔 擦紙 基本上好像沒什麼功效 因為它不夠尖銳 所以沒有辦法擦什麼 頂多只能做攪拌吧 但可以把它們兩個換掉 放在家裡 自己拿其他的不鏽鋼的餐具放進去 畢竟這套子還蠻可愛的 好開箱完了 他們15週年的一個紀念禮盒 謝謝yesstyle喔 好那接著呢 我們就繼續開箱 就是yesstyle上面我選購的一些東西 首先第一個呢 是韓貨的一件薄針織外套 因為今年夏天好流行這種綠色喔 青草的綠色 各大品牌 都推出了類似的包包啊 鞋子啊 涼鞋等單品 那我挑了一件薄外套 是想說夏天可以防曬 然後很好搭這樣子 好接下來看兩雙復古的韓國涼鞋 今年真的超多韓妞都穿這種涼鞋 我一開始看的時候會覺得很像是那種 爺爺或者是爸爸 就是很有年代感的一個設計 但殊不知越看越好看 尤其看那些韓妞全身穿搭 配一個碎花洋裝啊 或者是就是素素的 都很好看耶 你看 就是一雙黑色的 很實搭 然後一雙咖啡色的 這皮的味道好重喔 設計不同 但都有異曲同工之妙 就是非常的復古可愛 然後我覺得跟我剛剛這個針織外套 就是隨便搭在一起穿個牛仔短褲 就很好看了對不對 你看有沒有 喔好好看喔 完全就是含妞了 這一箱 我已經有稍微先把塑膠袋都拆掉了 才不會有一堆吵雜的聲音 跟這樣子可以開箱的比較快一些 節省大家的時間 首先呢是一堆可愛的購物袋 第一個我覺得這個非常適合推薦給學生們 因為它好有文青氣質喔 你看它不是方形的 它這一邊的角落是圓的 我覺得蠻可愛的 背給你們看 但它的容量並沒有說非常的大 因為它就是扁扁的 沒有加厚 裡面呢有一個拉鍊層的內袋 接下來第二個是 好可愛的顏色喔 欸跟我今天衣服好搭 有點像是那種蜜桃橘色 這是一個接緊 有磁吸式的內扣跟一個拉鍊內袋 這一種我覺得它比較實用 就是可以吸起來不會一直掉 一直打開 接下來這個好可愛喔 它是一隻貓咪耶 五毛的貓 裡面呢有塑膠扣跟一個沒有拉鍊的內袋 那這個的話也可以兼杯 這樣子 非常的簡約 然後接下來這一款是我很喜歡 我一看到我就覺得說 我應該會很常用 所以直接包了三個顏色 因為它的容量比較大 買菜很適合 現在完全生活圍繞在買菜煮菜 我真的是一個家庭婦女耶 好啦 就是買菜很適合 它有手提的握把 然後還有一個比較長可以兼杯 這樣子戴著 卡其色黃色跟黑色 它的形狀很可愛啊 有點像是一顆水餃之類的 然後重點是它是雙面的 它雙面都可以用 可以這樣子提著 很夏天齁 也可以裝泳衣啊之類的 但它就沒有任何的扣子 或者是內袋設計了 黃色也很可愛 黃色夏天杯 黑色就是百搭款 你看黑色包包跟這個鞋子 然後咖啡色也是 這樣好可愛的畫面喔 好那這一袋呢 就是我挑了一些彩妝保養品 首先先看這個 夏天太需要防曬了 安奈曬推出了 比卡丘限定包裝組耶 超可愛的 那安奈曬我應該不用多介紹了吧 非常的經典熱賣 口碑很好 然後這一款的話呢 它的防曬係數是最高防曬係數 SPF50加P4個加 很適合炎熱的夏天 好可愛 好可愛 你看正面很可愛對不對 它的背後 還有尾巴耶 因為小潮德他現在上學 每天都會在外面野餐 就是中餐會在外面吃 然後也會在外面玩 所以他一定都會塗防曬 除此之外呢 他的包包也會需要放一瓶防曬 跟我在他去的時候 那個車上也會放防曬 跟家裡也會用防曬 所以我們家的防曬 基本上就是會有很多瓶 隨時拿到都可以塗 好可愛喔 這個太可愛了 我喜歡按耐曬他擦起來的感覺 是還蠻清爽的 那泛白的情況不會很嚴重 好接著呢 這是資深堂最新推出的 一款保養品的品牌 走那種自然有機路線 包裝超好看的 給你們看 登 它是用木質耶 很有質感對不對 它同系列呢 還有化妝水乳液精華液 那這一塊呢 是保養油 還有香水 我覺得香水送禮也很適合 好漂亮的包裝喔 然後這個是Peripera最新推出的一款唇彩 看起來非常的水潤 Juicy 我覺得顏色很好看 所以我就挑了 試一下吧 好好吃的感覺喔 一整個芒果啊 橘子之類的 看起來非常的水潤 但我記得它好像是刺青型的 對 它是持久的 需要眼唇卸除液才會卸除 然後這一盒 哇 這是很美的 那個CLIO新推出的雙色打亮 好看一下包裝鏡面 上面有刻字 我挑的是香檳粉色 很襯 就是比較白皙的膚色 那它有兩款 一個打亮 然後一個是會有亮片感的 顏色好美 而且粉質很細緻 我覺得它甚至可以拿來當眼影了 然後或者是畫臥蠶之類的 嗯 這個我喜歡 好接下來我很喜歡的 韓國網拍品牌 Lipop 他們有推出 迪士尼的睡衣 有Micky跟美妮的吧 然後呢 嗯 布料摸起來是滑滑的 感覺不會皺 但褲子 就是很擔保沒有任何的內裡 做工普通 然後還有一樣是 韓國網拍品牌 ROLA ROLA的一件 嗯 很酷的 黑灰色渲染衣服 我覺得這顏色穿起來就是 還蠻帥的 我喜歡 跟幾件那個 無痕內衣 我真的好討厭穿內衣 那這個是上一次 有試穿過了 有興趣可以看一下上一支影片 我今天就懶得試穿了 然後這兩款呢 是莫蘭迪色調 這個青綠色太好看了 我很喜歡 它是那種單穿 有一點那種 斷面的光澤感 你外面配西裝外套也很好看 還有這個藕色 我上次好像也挑了這個顏色 但是這一次選的是那個 矽肩帶款 你們看這顏色很好看 我之前買的這種 單車褲啊 內搭褲 都是選黑色 因為顯瘦效果比較好 跟比較耐髒 那這一次 他們新品推出了這種棕色 我覺得太好看了吧 一看就完全是我的愛 因為像 那個在哪裡 金凱泰山 他們推出的那個內衣品牌 也很多都是這種裸色膚色 好我等一下再開那個內衣的東西 好那就是 我最近很喜歡這種顏色 我覺得看了很清新自然 這個是一雙Air Jordan的涼鞋 也是一樣這種咖啡色調 好這雙鞋真的超級可愛的 你們看 還有自帶小口袋耶 可以放鑰匙 或者是口紅 是不是把口紅放在鞋子上啊 總之就是他附贈兩個袋子 你可以裝一些小東西 你看他們搭在一起 就很協調 包得好好喔 哇這一盒也非常的害羞 太性感了吧 好美的一個蕾絲小內衣 哇還透膚耶 但它不會露點 它是有黑色沉澱的 好這一盒呢 是妞博阿爵士好播跟 Hears to Love的聯名款 好小酷酷也是 太害羞了 然後還有這個 超貼心的 有客製化的燙金 寫了Perry P-E-R-I 哇好美喔 這是貴婦吧 貴婦的睡衣 而且好像沒有那種睡覺的效果 是準備被扒開的衣服 最後還有一個小禮盒也 把它拆開來看一下 打開來 你以為他只是普通的小香水嗎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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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私密處專用的香氛 它叫做愛戀羞羞 好可愛喔 好來就是私密處香香 然後接下來看英國開架彩妝保養品牌Pixi他們送來的禮盒 他們家的話化妝水非常的有名 尤其是果酸的 反正就是擦了膚質會變得比較細緻 是非常經典熱賣的 那這一次他們跟一些彩妝博主Youtuber推出了聯名款 有四位四款有多色眼影盤跟腮紅修容打亮的組合 那我對他們家的彩妝品其實不陌生 我們之前有用過眼影的話粉質就是普通 不會到非常的細緻 就是一般開架式的水準而已 顯色度倒是蠻高的 也蠻好暈染的 那持久度的話普通 就是他可能幾個小時之後你會覺得 顯色效果沒有這麼好 最好是搭配眼影打底膏 那腮紅的話跟打亮就真的會出乎你預期的顯色了 我覺得他們家打亮是真的還蠻閃的 那這一次呢就是有兩盤是多色的打亮腮紅修容組 這盤我覺得他很特別的是他全部都是閃亮亮的打亮質地 像這幾個可以直接當腮紅 這一盒我覺得即使是亞洲膚色比較白皙的話 也都可以每一顆用得到 那另外一盒的話呢 他就真的比較重口味了 比較適合各種膚色的人 如果你是比較白皙的亞洲人的話下面這三個你可以拿來當眼影用 不然的話永遠都用不完 就是這顏色太深了 你不可能拿他來修容啊 所以就是上面六個我們普通可以使用下面三個拿來當眼影 然後另外兩盒呢 這是多色眼影盤 我之前有在Instagram發就是用他上眼妝的影片 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 我應該就是最近會很認真的投入一些短影片 我覺得拍的還蠻好玩的 那這一盒的話呢他是唇彩 你可以去調配適合自己自己喜歡的一個唇膏的顏色 好最後我們一起來開箱億萬富豪金卡拜山的 塑身衣啊內衣品牌Skin 他的一些我挑的我喜歡的產品 他們家品牌最大的特色呢 就是包容性很強 尺寸超齊全的 從XS到5X都有 所以不管你是任何身型的人都可以找得到適合你的內衣啊 塑身衣睡衣跟一些比較能夠展現女生曲線 然後或者是居家服類的產品 那他們的塑身衣呢是有九種顏色喔 可以針對不同的膚色去找到適合你的 但我自己覺得其實不需要穿自己一樣膚色的 像我就很喜歡像穿一些那種深膚色的 當作奶茶色也很好看 那我之前呢就有聽說他們家的塑身衣內褲內衣都很好穿 質料很舒服啊什麼之類的 常常一上架就賣光了 所以算是還蠻難買的 你要搶一下不然就是只能妥協買別的顏色 對我今天呢就是妥協買了別的顏色的內衣來試試看 首先呢這一套 他就是很簡單的一個深V 沒有任何的襯墊薄薄的 我那時候看網路評價的時候 是覺得很多人拿他來單穿 外面就穿西裝外套 外搭的意思 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這個內褲很可愛 這內褲長得很像男生的內褲 但我已經試穿過了 出乎預料的好穿 這個內褲是高腰的 穿起來真的很顯身材 而且他後面包臀的效果很好 老實說今天買的這些東西裡面 我最喜歡的就是這個內褲了 但他其實價格算起來並沒有非常的親民 所以以內褲來說的話 我覺得算是有點偏貴 好啦每個人的消費觀不同 你可以參考看看 但我覺得他的設計跟質感我是喜歡的 但這一件那個內衣的話呢 他沒有任何的集中 沒有任何任何的效果 只是拿來遮點用的 可是我覺得他這個鬆緊帶有點緊 所以當我穿的時候會那個肉都勒出來 尤其是背部 可能尺寸你可以挑比你平常就是再更大一些 才不會這麼的勒 因為反正他也沒有要集中效果嘛 不需要就是穿太合 然後呢還有一件小可愛 美背 露背 三條帶子的 我覺得看模特兒穿很好穿 那我實際收到的話呢 覺得他的質料確實是彈性很好 很薄很舒服 可是他沒有胸墊耶 所以你穿起來其實是會積凸的 我覺得在歐美待久了 你看到那些積凸的樣子 都是覺得 哇好性感好好看喔 不一定要胸墊 可是如果你要穿出門就不太可能 就變成是在家裡穿很好看的 你看這顏色跟這內衣其實算是很接近的 我現在就好喜歡這種顏色 我看到這顏色就愛上了 那自己平常穿的話 可能就裡面貼個胸貼之類的 而且我覺得他設計很貼心的一點是 當我試穿的時候 他不會有任何的捲邊 我覺得質感跟做工算是很細緻的 確實就是一件比較貴的小可愛 應有的那種水準 好開箱完畢了 如果你對哪個商品有任何的問題 或者是你喜歡什麼都歡迎留言給我囉 那部分的商品如果有連結的話 我也會整理在資訊欄的地方 可以點開來 感謝你們的收看囉 我們下次見 Bye 又是一團亂 又要熟了 哈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